今晚一期一會繼續有雞扒妹在這裡 請到雞扒妹上來了 一定要先問一下你 這次來到香港 你眼中香港的男生 剛才我說台灣女生會比較斯文 香港男生不知道又怎樣 你覺得香港的男生是怎樣的 香港的男生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香港的朋友 因為都在工作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我從男性工作人員上 感覺到香港男生給我的感覺的話 通常香港男生的五官鼻子都蠻挺的 就是外表的感覺 然後大家就是都會整理頭髮 刮鬍子 衣服穿得乾乾淨淨的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在我的工作環境 所以大家都蠻整齊的 看得很透 在工作環境上面大家比較貪美一點 頭髮也整得好 衣服也好整潔 但私底下生活 就說沒有太多機會 但你自己想不想多些機會 可以跟香港男生深入一點 做個朋友認識一下 對我說有點困難 困難的點在於遠距離這件事情 尤其我沒有很喜歡用手機聊天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如果可以的話 見面再聊就好了 距離對於雞排妹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不同國家的朋友 不是說不行 但是變成說 可能會比較容易疏遠 因為我平常也不太愛用通訊軟體 然後 那就變成說 可能到那個國家才會看到彼此 才會講到話 其實很多的香港媒體 經常都會有報導 雞排妹本身在台灣 很多的短片 會自己放上網 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也是一個 挺有一個觸覺 對社會上發生不同事情的 觸覺的一個女生 也不是說獨特的看法 但是每個人 畢竟都有腦袋 都要對每一件事情 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 應該是說 都有自己的想法 觀念正不正確也好 或是說 或是說 就是每個人都是有想法 但是要看大家的接受程度 但是很多時候 大家知道 如果拍片放上網 去表達自己的看法 有很多網友們 不認同你的 就會針對你的 你又如何看回大家 一些不同的聲音 其實人跟人之間 很重要就是尊重 你要尊重彼此不同的聲音 但前提是說 對方沒有攻擊到你 沒有傷害到你 如果說這個人 他沒有傷害你 他說任何一句話 其實都翻不著你 你是不需要去攻擊他的 那反而變成是 你變成加害者 你吃虧 你自己會不會是一個 容易受到別人影響的人 這個問題要看什麼層面 如果說是一個好的人 你如果能受到他的影響 當然是好事啊 你如果是一個壞蛋 你當然是盡量不要受到他的影響 對啊 我想某程度上 很多觀眾朋友認識的雞扒妹 他一個很令大家深刻的地方 除了你說他外表很吸引之外 他幾有獨立的思維 這一個年代 很多年輕人就是欠缺了這件事 就很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因為我在與討人喜歡這方面 一直都沒有很努力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是有人支持的話 那就真的很感謝你們的厚愛以及欣賞 其實這麼多觀眾朋友 喜歡雞扒妹的時候 有沒有想著會來多些時間 來到香港見很多香港的粉絲 如果一次只讓我待個兩天或三天 我就願意來 因為這邊的飲食沒有很合我的胃口 真的不喜歡香港的美食 除了粥 還有奶油豬以外 我不知道那胃口不太一樣 可是調味料的方式嗎 什麼問題呢 就是有個味道不一樣 就是每一個菜 不是說不好吃 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嗯 吃慣了台灣的 比較鹹 嗯 比較鹹 比較鹹的小小 對啦 在口味上 未必很喜歡 然後奶茶會有一個味道 嗯 但我一直不是說是貶抑的 是說 我覺得就是每個人 因為我從小到大吃的那個口感 嗯 跟這邊就是真的比較不習慣吧 嗯 你自己本身你是不是會煮食啊 你自己本身會煮菜嗎 嗯 會 但是我都是水煮最多 我剛剛想到一個比較好的形容詞 就是你吃過你們國家自己的泡麵 突然有一天吃別的國家的泡麵 會覺得怪怪的 不習慣 道理是一樣 是是是 就不是說人家不好吃 是說 那個味道就是不一樣 因為始終 吃慣了由小吃到大的時候 對自己一直吃開的味道會有感情的 有一個人錢嘛 對 嗯 所以這次來到香港 短短幾天啦 短短幾天跟大家見過面的時候 都沒有問題的 希望接下來 都可以快點有不同範疇的工作 會不會再唱歌啊 有可能還會啊 就是看怎麼跟唱片公司談吧 啊 好啦 我們接下來期待著 雞排妹會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包括在電影方面啦 接下來很快會跟陸永再合作啦 還有唱歌方面 看看會不會再有機會等到你 很多的新作品 今天謝謝你 謝謝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